这些制鞋的馅料 都是由总公司提供吗 由于这种馅料制作本身 成本就比较高 应该是列入成本的考虑 没错 这种馅材是专利技术 也是由总公司提供 他们的馅很贵的 这种馅跟缝法呢 能让这个鞋子永不锻炼 保持敌体 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廉价鞋子 可以比得起的 可是 这样鞋的成本就太高了 爸 我们要怎么签 才能拿到订单 还能赚钱呢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请大家报价 好 接下来由我宣布 各家厂家的报价 以及最后的得标单位 满胜鞋厂一百五十美元 六十五天 全盛公司一百五十一美元七十天 郑立公司一百六十一美元六十天 盛国鞋厂一百四十八美元五十五天 夜宴鞋厂一百五十五美元五十八天 最后得标的厂商是盛国鞋厂 最后得标的厂商是盛国鞋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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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算来 这笔订单根本就是赔钱呢 这样划算吗 爸不是说了吗 这个叫放长线调大鱼 那些设备全部都是投资 等到订单拿到之后 爱达公司的资深技术员会来指导 我们整体的水平就会得到提升 到时候咱们会有更大的优势 更新的设备跟人力 和那些其他工厂实力拉开之后 下一次争取到订单的机会 就会更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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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刘老板 您应该都已经了解细节了 合约上有完工日期 我们会在这周内派助资深的顾问 到你们协赏进行技术指导 这是合约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金副 等一下 克里斯 你怎么来了 是我们老板派我来的 听说你们找到代工工厂了 刘老板 这位是香港详地贸易的业务经理 克里斯陈 克里斯 这位是盛国鞋场的刘老板 是这样的 我们老板投资开设的鞋场啊 已经开始运作了 工厂很大 而且进的都是最新的机器 野花高新请了不少资深的师傅 很希望成为艾达的代工厂 可是第一批代工 已经决定由盛国协赏制作了 我知道 不过合约不是还没签吗 就算签了 签约金我们来赔啊 这样都合算 我们出一双鞋九十八美金 四十天完工 一双鞋九十八美金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一双鞋一百四十八美金 都快赚不到钱了 我们有我们的成本控管 而且 设备是由意大利进口的 原厂最好的机器 做起来的速度呢 会很快 至于质量不失手工 姬佛 如果你能谈成这笔生意 我相信 你的上司一定会对你很满意的 这位先生 我们是通过正常的比价程序 得到合约的 所以就算你开出的价钱再有回 也不能够这样插队乱抢担保 合约没签之前 什么都不算 了不起 我们赔违约金就是了 姬佛 这个违约金 由我们详细公司来陪 你并不损失什么呀 请一切按照正常程序进行 否则影响到艾达公司的商誉 我们如果没有如期拿到这个合约 一定会提起诉讼 到时候艾达为了省些小钱 商了在商场上的声誉的话 这可能是不治之局啊 这样子吧 刘老板 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请试一下总公司 这个合约暂时不能签 那件想力竟然这样插单 未免太过分了吧 我记得那个经理跟我说他们公司的名字 这个公司的名字我怎么觉得耳熟呢 没错 就是这家香港的详历贸易 就是要在你们老家动工 盖工厂的那间公司吗 没错 就是这家香港的详历贸易 就是要在你们老家动工 没错 就是这家香港的详历贸易 想力是老字号 公司规模很大 他们代理很多国际的精品品牌 化作精品 高级食材 现在他们自己设成 应该是想创立自己的品牌 才会这么积极地争取代工 肯定是为了吸取技术 才这么不惜地降低成本 可我总觉得 他们好像在处处针对你呀 不然怎么会专程来抢你的客户呢 但是这个不大可能 对他们这种大公司来说 我不过是间小协厂 完全无法对他们构成威胁的 爸 真的是太过分了 香港的集权公司说 不知道我们代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跟他们合作了十几年了 怎么可能会突然间 就是说 我刚还跟他们代表炒了一家 他们说 另找了一家香港代工的人来做 又是想力 想力 你看吧 想力真的是冲着你来的 不然他不会专抢你的客户啊 怎么会这样子 我去找降丽 我要找他们总经理问清楚 究竟是怎么回事 请问两位有什么事 我们是盛国协厂的 想要找降丽公司的业务经理克里斯 有约时间吗 没有 请等一下 前台前台 有位盛国协厂的先生 要找克里斯经理 爸 克里斯先生的面女 盛国协厂的先生 要找克里斯经理 陈先生 刘老板 我们好像没有约时间啊 我给你的秘书 打过好几次电话 他都说你没有时间 所以我们只好亲自来一趟 我们只想弄明白 为什么你们专抢我们的订单 我已经有两三个国际客户 被你们拉走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永久的客户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是你们针对我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没有针对谁 我们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 刘先生 台湾是个好地方 不过做生意的态度太散漫了 这怎么跟国际接轨呢 谢谢你的指教 但是你们用这种抢夺的方式 削架竞争 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手段 这是公司的政策 我们只能奉命行事 请帮我联系你们老板 让我好好地跟他谈一谈 没这个必要 陈先生 陈先生 来 先生 不好意思 请出去 去 好 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把车开过来 你怎么来这里了 你怎么来这里了 我来看看你啊 警察说你一年 出入警察局一百多次 我就来这里等等看 果真等等你了 走吧 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走吧 小少爷 小少爷 跑到哪儿去了 不行 我得打电话通知夫人 真的很 important 满足 干嘛带我来这种地方啊 好巧啊 不会啦 在这里讲话再大声都没人管你 这是个好地方 你是地病 你说什么 喂 你不是说有重要的问题要问我吗 这也太吵啦 不会啦 我听得见你说 你大哥 查过一间贸易公司 叫做祥力公司 我想知道 这家公司的地址在哪儿 老板是谁 就这点小事啊 没问题 讲完了吗 走 去跳舞吧 我不会跳舞 不会跳舞 喝酒 来 干啊 来 喝 干 好气魄 来 再来 再喝一轮 来 喝 好样的 来 再喝一轮 来 你说的 这轮喝完 你就要负责 带我去见 祥力公司的董事长 没问题啦 来 走 你 要是孔怎么会跑呢 别跑 开门 开门 怎么了 佳晨 来 进来进来 我 我 来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怎么变得越来越坏了你啊 真是的 好了好了 先别骂了 来来来 喝点茶 解解解酒 好 好 好 佳全你给我说清楚 你去哪里玩了 跟谁在一起 还是你交了什么坏的朋友 被带去喝酒了 我说去谈事情 你谈什么事情 你还需要谈什么生意吗 我 我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陪人喝酒谈呢 你说 你跟谁去喝酒讲事情了 我 爸和警三岚有那么深的仇 小妈咪也和浩薇的妈妈 是敌人 要是我说 我和浩薇在一起 准备他们给骂死 你以为你不说 就为什么是他了 有空慢慢说 你吓到他了 说 跟谁混在一起了 爸 我以后不敢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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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吗 你就是不肯说 你跟谁在一起 为什么喝酒是不是 没有啊 就是好多朋友一起去酒吧开开眼界 没什么 你以后不让去 我就不去了 爸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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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女孩子家自爱一点 不良场所少去 会出事的 很临着 就麻烦你 逐点东西给佳 Catherine吃 怕偷尘这个样子 都没吃东西 我也会坏的 你可 物质 好了没事了 臭死了 先去洗个澡 洗碗澡出来 吃宵夜啊 小心点 贾全 你真是 我看哪 这孩子啊 他是你宠坏的 不是 他 好 我等会儿去看看 帮我约一下李处长 谈谈销黄设备的问题 还有那些祭坛要升级 叫厂商来更换 大哥 好喂 什么事 大哥 你这么忙 有没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啊 他要打西边出来了 竟然想帮我 我是认真的 香港那边有投资公司 还有拍电影 我想去香港看看 你是想去香港 找那些电影明星玩玩吧 他们也是公司的员工 你别招惹他们啊 我是想开开眼界嘛 行了 别再让我安子了 有什么事直说吧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有朋友啊 托我打听一点事情 我答应替他打听了 什么事情啊 神神秘秘的 我这个朋友的妈妈跟我妈有仇 好想跟你也有不愉快 要是我讲了 你一定要答应帮我 就是那个刘家全 上次在警局 他妈跟我妈大吵了一架 你记不记得在机场 他爸见你脸都黑了 浩卫 你怎么认识刘家全呢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事 我答应了 大哥 你一定要帮我查查那个 香港降丽公司的底细 小心啊 浩卫 浩卫啊 今天骑得这么早 真不简单啊 在跟三郎聊些什么呀 哦 爸 他在问我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哦 我就说浩卫是有心的 老爷子 浩卫收心了 您早晚可以放心 把事业交给他做做看 浩卫啊 你要真有心 想学点正经事不错 三郎 你就带着浩卫到处看看 让他学学 哦 行 那爸 我出去了 嗯 浩卫 走吧 老爷 您儿子是大气晚成 他一定继承到您的优良血统 您放心 他不会让您失望的 要是浩卫真能开窍了 那我还烦恼什么呢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就指望他能成才啊 老爷 老爷 我还以为 您只把三郎当成您儿子 没有把浩卫放在心上呢 你拿着吃饭了 那我把他吃饭了 你能做成车 那我还以为 有什么不错 你能做了 他说的 你能做好吗 什么呢 你能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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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位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但愿如此啊 降丽公司接二连三 抢走圣国协场的争议啊 是啊 驾训他爸爸也不知道是招惹谁了 他之前 几次去找降丽公司的老板 都见不到面 他说你之前给过他 降丽公司的资料 所以我才来问你吗 我是一直在追查降丽公司的背景 他们是大公司 老板不是那么容易见到面的 你去跟家全说 让他不要着急 过一阵子 我会给他爸爸更加详细的资料 对了 这件事情别跟别人说 不然哪 你妈妈又要闹了 大哥 为什么你要帮刘驾 去查降丽公司的资料啊 难道 你真的对刘亚萍旧情难忘 别胡说八道 没有的事 可是怪怪的 行了 别胡思乱想了 一会儿啊 我要跟消防署长谈 您跟我一块去 多认识一些做官的 妈呀 我才不愿意和老人家一块聊天呢 你自己慢慢聊吧 来 来 你自己去告诉刘亚萍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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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情不是让我做了吗 我答应家全要亲自告诉他的 我就不信你手上还没他办点资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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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 天助我业 你真厉害 怎么会知道今天翔礼的董事长会来台湾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帮朋友 不光要做到一百分 还要做到一百二十分 所以我带你来接机 顺便会会这个翔礼公司的劳董 你说 这样能行吗 我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不会有事吧 我哥哥一直这么做事的 放心吧 学他就对了 是 电话给我 电话给我 好的 我们这方面很有经验的 是 放心啊 我们送吧 这这这干什么啊 走 走啦走啦走啦 你干什么啊 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 你干什么啊 走啦走啦 你干什么啊你们 你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啊 这边 这边这边 来呀 人多比较急 车在外面 请 我自己来 好 请 台北公司的经理是怎么回事 就叫这种小鬼来接近 连车停在行站楼外都不动 这时 入乡随俗 进去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当然知道 你是降丽公司的老董孙祥 我们并不想伤害你 只是要你去见一个人 去见什么人 你们没有约好时间 我谁都不见 现在不是预约时间了吗 上车坐好 系好安全带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想干什么 官方下车 不然你们全都有事 不必要走 不肯定 但是平常有点 有点免购乱 啊 是 然后我们一定会送您 回到您指定的酒店 或者是公司的 会用这种 不光明正大手段的 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我和你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用不光明正大手段的人 是你吧 人家是被你逼急了 又没法和你对上话 才用这种办法的 我没用过什么 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是吗 你用强硬的态度 不合理的价钱 强行抢走盛国协场 艾达的订单 还偷偷摸摸疏通 厦门的相关当局 把人家老家都产了 你卑劣的手段 用得还少啊 你怎么还能 理直气壮的呢 你们 到底要我去见什么人 我爸爸 刘世杰 盛国协场董事长 真不明白 你跟刘老爸 有多大的仇 他杀了你全家吗 你就非要抢人家的生意 翻人家老家不可 你们快让我下车 不然德警察找到你们 你们都晚了 我会告诉你们吃不消的 我既然抓你 你以为我会害怕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告诉我 我们家爱抓谁就抓谁 没被告 你 喂 你们家横行霸道了不起吗 现在明明是我们不对 他们还这么没礼貌啊 孙老板 对不起啊 我们真的是情非得意 才要请您走这一趟 请您见谅啊 停车停车停车 停车 停车啊 怎么了 车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超速 也没闯红灯啊 快点 下车 别动 都下车 出来 孙老板 走 孙老板 小房的车上 快点 你们是不是强行带走 孙香先生 我就说会有事 你偏说没事 你们这两个可恶的东西 竟敢强行 劫除我们董事长 这可是重罪啊 难记得 孙先生 请问你是被他们 强行带走的吗 他们 他们没有强行带我走 是我下了飞机 着急赶路 所以 请他们载我一程 可是您公司的多名干部 已经报了案 那些捣乱的不良少年 也都承认了 还是请您亲自去警局一趟 小嘎 小嘎 静好卫 你现在事可是越惹越大了 再这样下去啊 我怕你有一天真会闯大祸 我告诉你啊 到时候你真要坐牢的 我不过在一个顺路的老伯 又没怎么样 事情的真相怎么样 您啊 大家心知肚明 孙先生不告你 反过来还帮你说话 这说明什么呢 这只能说明孙先生心地好 给你一次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的机会 你呀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好了 我可以走了吗 案子已经撤了 你可以走了 孙先生请 zuk 伯母 教训 你怎么会闹到警局呢 發生什麼事了 我 你是祥麗公司的 董事長孫祥 孫先生 你對聖國協償 已經接二連三地 做出了許多不合理的 打擊這已經很過分了 為什麼還要牽涉到 我的女兒呢 爸 您可能是誤會了 孫先生沒有害我進警局 劉先生 我就是要針對聖國公司 而且 我有把握在最短的時間內 收購你們全部的生意 讓聖國公司 到底關門 喂老頭 你這什麼意思 人家血敞開得好好的 你弄人家幹嗎 佳全 到底怎麼回事 回去說清楚啊 不是那樣了 其實浩威也是想幫我 然後就結了孫祥 就這樣了 你都這麼大的人了 怎麼連個是非都分不清楚呢 爸 你還是個大學畢業生呢 近來連這是違法的行為 都不知道 書不是白念了嗎 你會做出這種事情 我真的很痛心 爸 我也是 想幫忙啊 那個孫祥 要害我們的邪廠關門啊 我寧可邪廠關門 我也要光明正大 跟人家競爭 不要你去做那些 綁架辱人的行為 不過那個孫董啊 是不是也太奇怪了點 他怎麼就偏偏 衝著你去了呢 我一定要釋法搞清楚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不過家全 我不希望你再做錯事 那荊家的人不正派 包長包賭 你跟那樣的人在一起 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我要你給我保證 不許你再跟荊豪衛碰面 他們家的人怎麼樣 我不知道 可是荊豪衛人不錯 他不是那種凶神惡煞的人啊 我就不准你跟荊豪衛見面 你聽懂了嗎 是我犯的錯 你不要怪到荊豪衛身上啊 他只是想幫我 我就不許你再跟荊豪衛碰面 你別再跟我辨 你專職 不講理 你怎麼能因為你的私人恩怨 限制我交朋友呢 當年 你也是這麼硬生生地 拆散了金三郎和小貓秘密的 是嗎 那樣對小媽咪太不公平了 家全 你什麼都不清楚 不要再胡說八道 你爸是為了你好 你聽她的沒錯 你 家全 家全不懂 才會這麼自以為是 是 不要跟她生氣了 我不是跟她生氣的 我是怕她被荊豪衛給影響了 這怎麼會跟金三郎碰上頭的呢 是 我不是說過了嗎 等有了消息我會處理 你怎麼不聽我的話 自作主張 還差點惹出事情來 強行把孫祥給帶走 孫祥要是來算賬 這件事情絕對不會那麼好收拾的 我真的沒對她怎麼樣了 再說了 她都沒有告我們 你緊張什麼 她沒告是你運氣好 萬一她要告啊 你就完了 不知道天高地厚 事情不能這麼做 你做事不也經常這樣嗎 看誰不順意 你就強行把誰帶走 有時候還動手呢 憑什麼你能這樣 我就不行呢 你做事要分對象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麼對付的 連事情的輕重都分不清楚 你還想逞英雄啊 可是我答應家全了呀 答應人家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到嘛 做人要講信用 你一大堆理由 我說不過你 好啦 反正都沒事了嘛 不過我答應家全的事情 還沒做到 既然你強行把人帶走都沒事 那你負責把孫祥約出來 叫他放棄跟聖國協廠搶訂單 你想怎樣就怎樣 輪到你命令 我怎麼處理事情了嗎 你還不是一樣想幫劉駕 不然 幹嘛在廈門花那麼大功夫 去查孫祥要蓋工廠的事 聽正男說浩威又進警察局了 被三郎接回來 不知道這次是怎麼回事 別老說我了 你替劉家人查這件事 還瞞著罷 一定有什麼原因吧 我哪有瞞著罷 別胡說八道 哥你少跟我來這趟 今天早上放在你桌上的那份快遞 還是密件呢 前段時間回香港說談幾部片子 結果還不是去查孫祥的底細了 奇怪了 孫祥針對的是嘉全他們家 跟你有什麼關係 嘉全他爸爸都沒有你那麼認真啊 這件事你別到處亂說 我會約孫祥出來談 幫你把他和聖國協賞的事處理掉 你果然心裡有鬼了 你真的很為劉家賣命耶 除了你對劉亞平救情難忘 我真的想不出其他理由了 我會替你保守秘密的 不過呢 你要答應我見事 什麼事 跟孫祥談判的時候 我和嘉全必須在場 你們兩個在場幹什麼 這件事情我處理就行了 大哥啊 你想追劉亞平 我也不想在嘉全面前泄氣啊 不過呢 嘉全是劉亞平的親生女兒 要是我們追到他們母女 我要叫你什麼呢 你 臭小子 這件事情不用你操心啊 有兩個原因 第一呢 我不會追劉亞平 第二 你也不可能追上劉家全 因為劉仕傑要知道啊 一定會打斷你的腿 你說這事兒奇不奇啊 三郎和劉亞平之間已經沒有可能了 那三郎為劉家做那麼多事情 究竟為了什麼 如果三郎真的這麼愛劉亞平 如果三郎真的這麼愛劉亞平 根本沒必要安地裡做這些事情 就像你說的 劉亞平隨時都願意回到三郎身邊嗎 好 那一隻騷狐狸呀 哎呀 他一看到三郎啊 就渾身發癢的樣子 他呀 只要三郎勾勾手 他還不整個人都撲上去了 可是三郎偏偏就是不喜歡他 他還硬要黏上去 哎呀 那是在吃劉亞平的醋啊 可惜啊 醋太滿了 都潑在我臉上 我說你吃什麼醋呀 現在三郎看見我呀 還得管我叫一聲媽呢 我就是弄不懂 三郎對劉家到底是什麼用意 如果不是為了錢 那就是為了利益 你說過 當初你生浩威的時候 老爺子曾經承諾 要把財產分一半給三郎 但是老爺子 並沒有真的這麼做 三郎一定很不滿意 但是財產沒到手 也不敢和老爺子翻臉 沒錯 老爺子很清楚 只有浩威才是他的親骨肉 三郎再怎麼說他也是外人 老爺子又不傻 難不成他會把財產提前分給三郎 讓他去壯大嗎 是啊 如今浩威已經長大了 老爺子這兩年身體又不太好 很多事管不動 是該讓浩威接手的時候了 但是浩威還沒有上手 老爺子又不管 那些人還沒有上手 不需要了 真好是個空中期 三郎再不趁現在搬財產 要趁什麼時候 你想 萬一三郎來個 無鬼搬運 要搬到什麼地方去 你是說 他想串通劉氏幾年 坑里到就得了 听你这么说 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事 告诉老爷子 你先别着急 先别急着说 三郎这么做的话 那我们就来个静观其变 搞不好 带这个机会来个黑吃黑 好处我们的 让三郎去背黑锅 要是我们手脚够快的话 你恐怕连最后几年 都不用等了 就可以早日甩掉老爷子 和我幸福地过日子 你怎么就那么聪明呢 那我的下半辈子 就全靠你了 当然 为了你的幸福 我不机灵点能行吗 我的天哪 你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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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你来的 这里不欢迎你 家全 请让我跟你爸爸单独谈谈 大哥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见我 但是这件事情 它不一样啊 乡里公司 接二连三地抢走你的订单 如果不赶紧处理 我担心这样下去 盛国歇场真的会倒闭 所以 我想替你约束孙祥 讨论一下处理这件事情的办法 如果他这个人不喝敬酒 我也有其他办法 让他听话 你只知道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我不需要你用那种 肮脏的手段来帮我 请你离我远一点 我得你口口 如果你再敢让你们家的人 接近家全 带坏家全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善罢干羞的 你还是这么死脑筋 几十年了 一点都没变 大哥啊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响礼公司这么打击你 还要占了我们的老家 如果这件事让他得偿 你就永远没办法回家了 你还要意气用事 跟我赌这口气吗 这孙祥的行为 是挑衅 我们必须比他更强硬 想要跟他好好谈 那绝对不可能有效果的 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你一样的不讲道理 好 那你自己去跟孙祥谈 我已经替你约好时间了 明天中午 在豪华酒店的西餐厅包厢 如果你能说服他 我就什么事都不管 全由你自己去处理 但是 如果他还是那种态度 我就非管不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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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说孙老板会来吗 他会不会只是口头上 答应金三郎 放我们鸽子啊 先生 就是这边 请 孙老板 你好 请坐 请 孙老板 原来是客 想吃些什么 不要客气 一杯水就足够了 孙老板 俗话说 有情营水宝吗 如果连一杯水都喝起来没滋味的话 那吃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呢 孙老板既然肯赏光 那就请让我做东 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不用了 我只吃自家厨子做的菜 外面的东西我吃不惯 那 您倒不在外面用餐吗 万一来不及赶回家 那不就饿肚子了 我今天来 不是为了吃这顿饭 而是为了把话说清楚 刘老板 如果不是为了订单 我想 您也不会请我吃这顿饭 可是 订单动辄百万千万 靠一顿饭 就能得到好处 外面太可笑了吧 孙老板 您说话外面也太难听了 江泉 别插嘴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 不像有些人 说起话来 倒是客客气气的 但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孙老板 请你不要寒沙摄影地骂人 祥利贸易历史悠久 商誉良好 就算是要跨足做手工鞋的代工业 也应该是要公平竞争 而不是用插单 或者私下交易这种态度 来抢单抢生意的 我是在做生意 不是在竞选好人好事的代表 生意就是生意 规则是由强者说了算的 你如果不能和我竞争 就求倒闭一途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能认同您这个看法 即便在商言商 也应该是有一定的道义 道义 是吗 只要是能够赚钱 就算是把亲兄弟给卖了 这样的生意 也是有人做的 而且会有很多人做 不是吗 这不可能 为了赚钱而把自己的亲人给卖掉 这太匪夷所思了 即便是有 我相信那也是最卑劣的人 才能做得出这样的事 你是认真的吗 看你义正慈严的样子 好像真有这么回事似的 这当然是真的了 埋到自己的妻儿兄弟 这种行为当然是天理不容的 哼 如果说 有一些苦衷呢 比如说 穷疯了 一家人在一起 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亲人好 所以 把它卖给有钱人家呢 如果是遇到那样的状况 骨肉分离 或许是情非得已 但是绝对不可能 卖掉自己的亲人 而是尽力地找到较好的家庭 让亲人能在更好的环境下成长 只要有机会 还是要再度重逢 因为血缘 亲情 是一辈子都不能断的 这个世上什么样的人最贫穷 这个世上什么样的人最贫穷 并不是失去财富 而是失去满足感 一个没有亲人的人 就算再成功 也没有人跟他分享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比一无所有还有凄凉 只有家人跟亲人 能够让你的努力有意义 即便在你死后 也不会让你的努力变成一场空 够了 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大道理的 你这个人 生意做得不怎么样 倒是讲得满口大道理 我看你血厂不用做了 却靠演说为生吧 这样或许会更有伤机 我说的只是我的经验跟看法 如果你无法体会 那也没有关系 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 你既然要回我谈爱达的订单 好 我就直接了当告诉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就算我查单 我低价竞争 这就证明我有能力这么做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你也可以这么做 不用跟别人比加 好 还有 你们台湾才刚刚开放大陆探亲 所以一定认为大陆比较贫困 我实话告诉你 那是你们夜郎自大 大陆的经济活动十分地蓬勃 而且很快就会赶上台湾 很多香港人早已在大陆布局了 我就是要取得爱达的订单 在厦门设厂做优良品质的手工鞋 不但要内销更要外销到全世界 我有足够的资金 能投入大量的机器和人力 以量之价 你那些技术和市场 很快就会过时了 你根本无法跟我竞争 对了 你们台湾曾经是大名鼎鼎的海盗王国 所以跟你们合作 爱达还怕砸了自己的招牌呢 你们说过不过分 那个孙老板根本就是疯了 像个疯狗一样 咬着巴不放 他说要在厦门建厂 难道就是建在我们老家的原址上吗 这也太过分了吧 那个姓孙的 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师姐 你是不是什么时候得罪过人了 师姐又没有杀人放火 得罪谁啊 我看哪 根本就是那个姓孙的 他是疯了 他看师姐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长得太普通了 他不高兴 这不是废话吗 这真是 好了好了 你们大家也别这么说人家了 如果他真的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那他为什么会放过嘉全和金浩威呢 这 他分明是个有人情味的人嘛 他还给嘉全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人哪还不错 你 你 可是看他对大哥的态度这么有敌意 我们也应该想办法对付他 那是 大哥 他说他有资金 投入设备和人力 那我们也跟他拼了 我把我的广格公司 可以周转的资金 全部都投入到盛国协场里面 也照我的客户入股 帮你充资金 先投入些设备 压低报价 把客户留住 撑过去再说 不行 我不能够用你的钱 那可是你辛辛苦苦才成立的 广告公关公司 那是你的一片天 是你的事业跟依靠 我可以找客户入资 亦入资金啊 我和孙祥的这场仗 会怎么样还不知道 但目前的情况 我是小虾米 他是大金鱼 万一我真的被他打败了 我不能害你客户的投资 血本无归啊 世杰 你泥菩萨过疆 自身都难保了 你还替人家想那么多干吗 是 先找钱 把那个工厂的竞争力提升起来 跟那个姓孙的拼了 对 是啊 爸 至少 我们可以提升设备 压低报价 留住老客户 先稳住阵脚再说 那个叫恶性竞争 被牺牲掉的绝对是质量 就算咱们一时压低价钱 来留住客户 那将来呢 要永远用不合理的价钱 来代工吗 这条路是不能走的 难道要眼睁睁地 看着血厂做不到生意吗 大哥 这可是采梅姐家的血厂 是林伯伯毕生的心血 就这样看着她倒闭 也说不过去啊 雅萍 别这么说 生意嘛 有赚就有赔 如果真的是因为遇到 这样不合理的打击 让我们的血厂关闭了 我想罢得在天之灵 也不会怪我们的 采梅 谢谢你的支持 但是 我还是会想办法 来面对这场战争的人 但我一定会尽全力 让胜过血厂继续经营下去 我对你有信心 只要你不违反 你做人的原则 我都支持你 得人 吉尾 是吉三郎帮的忙 吉三郎来找过爸 他好像非常想帮忙 可是吧 你也知道爸那个臭脾气 我听他说 如果爸和孙祥 再谈不出个结果 他就要干涉这件事了 他真的这么说吗 他还说 他绝不会让孙祥 在你们老家的地上盖工厂 我想 他一定会投资圣国的 可是 爸怎么可能会求他呢 我知道了 我会去找他的 向他说明这些情况 小妈咪 金三郎对我们家这么好 是不是因为当年雅琪姑姑出了事 让他很内疚 所以一直想弥补我们家呀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一点都不了解金三郎 有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 他和我们一家人很亲近 但是却又觉得 他隔得好远 这种感觉 我也说不出来 我觉得他不是坏人 反而 爸对他的态度比较奇怪 小孩子啊 别想那么多 我会先找三郎谈一谈 有什么消息 我再告诉你 嗯 你说对了 孙香的态度很强硬 而且很不友善 分明是想存心弄到大哥 放心吧 我会设法帮大哥渡过这个难关 我会设法帮大哥渡过这个难关 可是小李公司才大势大 我们要是硬碰硬的话 恐怕没那么容易的 这个由我来想办法 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 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 等一下 你 你帮了大哥那么多的忙 我请你吃顿饭 赠为答谢 好吗 好吧 恭敬不如从命 哎 雅萍 谢谢你今天晚上请我吃大餐 礼上往来 我也请你在这里面喝杯小酒 这里我常来的 好 这里怎么样 这里面 还挺舒服的 你真会享受 酒店在舒服 小姐不漂亮也是不行的 这家店的小姐 整体素质还是很高的 要不然我才不会来呢 对 你常常要谈生意 都常到酒店里来谈 我们公司 也经常这样接待客户 那你呀 一定要过来开开眼界 金总 来来来 您好久没来了 最近比较忙吧 怪我这段时间没来 放心吧 我今天晚上把你这业绩冲上去 那就谢谢金总啊 这位是广告名人刘雅萍小姐吧 这位啊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俩的关系啊 就跟亲兄妹一样 亲兄妹啊 那我就不怕别的小姐得罪你妹妹了 这小姐不怕多就怕丑 你有多少全部叫来 让我这妹妹好好见你一下 是是是 是 那我马上叫小姐进来啊 三郎 何必叫小姐呢 我们两个人 喝喝酒 聊聊天 这一天 这样就行了 你不用把我当成客户的 两个人多无趣啊 人多才热闹 好玩 金总 来来来来 你好久没来啊 是啊 金总 好了好了 别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资深美女刘雅萍 她年轻的时候啊 可是红遍全台 看看 人家现在还这么美 我相信你们到了这个年龄啊 一定保持的不像人家这么好 好好身上学习 游小姐 小时候你还是我的偶像呢 我妈很喜欢你唱的歌 盘盘唱片都有呢 对哟 想不到你这么漂亮 都不知道是怎么保养的 保养啊 怎么保养的 喝酒 来 晚上 来这给你多倒一点 我给你多倒一点吧 三老 这些女孩子 看上去 都比嘉全还要小 嘉全已经二十六岁了吧 二十六岁 在这个酒店的小姐里面 那算是高龄的了 看到他们没有啊 最小的十八岁 最大的才二十三岁啊 谁说我二十三了 人家今年才二十二岁 你都连着两年二十二岁了 你这一年就跟我要了三次生日礼物 那按这么说 你是不是一年应该长三岁啊 这两年了 你一岁都没长 你好坏啊 我也要生日礼物 我生日快到了 我也要生日礼物 就是 都有都有 荆总 来喝酒啊 来来来来 好 我要坐你旁边 来来来来 荆总 喝 这越来越漂亮了 来 亲一个 来来来来 干一杯 来来来 干杯 再喝一杯嘛 多喝一点 来来来来 我来给荆总大 我来给荆总 来 干杯 来 多喝点 来 喝 多喝一点啊 来来来 想我没有啊 想 想我没有啊 来来来 想我没有啊 来来来 快 快 快 来来来 再喝再喝 喝一杯 来 吃水果 来 荆总 吃点西瓜吧 来来来 继续 继续 来来来 多喝点酒 你还敢说啊 来 快 荆总 好 再喝一点嘛 来来来 来 再喝一点 好 又干了 你还敢喝一点吗 干完嘛 就是 喝不了了 喝 多喝点 对啊 来 干杯 好了 来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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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干杯 喝一点嘛 就喝一点 再干一杯吧 那干杯得轻一个 轻就轻嘛 我轻一个 轻一个 快点 快点 你也轻一个吧 我也要轻一个 来来来来 好久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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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金总下次要再来啊 对 我要回去了 对啊 老祖 老祖 这边喝得也不够 这不够 这不够 来来来来 再给金总买箱 我要回去了 那 那你自己回去了啊 我们接着吃了 来来来来 我们接着吃了 我要你送我回去 那 完全 天都高速度 好 金总你怎么这样 别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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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你喝多了 不不不 走吧 好好好 走啊 谢谢老师啊 金总 好好好 走啊 金总 金总 别等我 我一会儿回来啊 走 快点 你老是拉着我 干什么 我还没玩够了 时间还这么早 你你探上风景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在合一群 年纪可以做你女儿的 女孩子在一起 私混胡闹 真是太不像话了 妈呀 这 你俩无补无聊啊 小姐 就是年轻漂亮的 才有意思啊 什么女儿不女儿的 原来你这些年 就是这样过的吗 你一点都不觉得 丢人 一点羞耻心 都没有了吗 你说什么 我有什么丢人哪 我一个人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 比谁过得都痛快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这不可能是真的 行了 你看到里面那些 小姐了吗 多漂亮 每个人看着我 都想巴结我呢 我要是 我对谁好啊 那是他们莫大的光荣 这儿就像我的后宫一样 有多少男人 他们羡慕我呀 对了 记住啊 管好你们家的韩大忠 他又是开窍了 就不要你了 你给我清醒一点 你讲的全是假话吧 你讲的全是假话 你讲的全是假话 好 你喜欢后宫三妻 我就随你 我就随你 我愿意做你其中的一个女朋友 不求一个名分 你能接受我的爱吗 你愿意吗 我愿意做你 你 你又想搞什么 你 你看看里面那些 小姐 都年轻貌美 最小的才十八岁 最大的才二十三岁 说起来年龄 只有你的一半 你都可以做妈了 我跟你在一起 多别扭啊 你 你 不会以为 你还就二十岁了 你够了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 你说够了吗 好 我要进去了 我喝酒了 你自己赶紧回去吧你 你自己赶紧回去吧你 你 安 你 他 雅萍 你怎么全身湿透了 先进来 来 雅萍 雅萍 来 进去 来 先喝杯热牛奶 弄点身子吧 你饿不饿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 不要走 陪陪我 好 我哪都不去 我就在这里陪着你 你愿意陪我多久 你要我陪你多久 我就陪你多久 你不嫌我 已经是老猪黄了吗 那我们就一起变老 有个人 陪着你一起 也是件很幸福的事 不是吗 是 我现在 想要回我的婚季 还来得及吗 你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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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的你 多么不说 你的你 鼓舞飘渺 在不透你的心底 此情面目不绝气 杨瓶 这个戒指 一直都在等你 请你答应我 嫁给我 我相思难遇多少泪已使我双净 万千梦醒寻觅往日痕迹 难道会变成残缺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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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仲 好了 没事儿了 孙老板 谢谢你能赏脸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你跟盛国协场的刘老板 是否有什么恩怨 为什么你总是抢他的生意呢 那你和刘老板又是什么关系 要一再地帮他 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我对他非常了解 他是一个很耿直的人 他因为这个呢 很容易跟人结缘 可他绝对不是让人痛恨到 如此地步的人 好朋友 了解 谁又真正了解另一个人呢 或许他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或许他比你想象的 要可恶卑鄙呢 难道你真的跟他有过节 喂 你多恨刘老板你说啊 什么可恶卑鄙 我怎么看他都不像那种人呢 这是我的私事 我想 没必要向外人说明白 恩怨不说清楚 事情怎么解决 我还以为你是个不错的人呢 原来就会记仇 而且为了报仇 弄得人家家都回不去了 孙先生 我说过 我跟刘老板是很要好的朋友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抢他的生意 我一定会尽力地帮他 而且 最近你在厦门申请 改工程的那块土地 我也会尽力压下去 不会让你的工程继续进行 你这么帮他 让我很感动 可他这种人 不配有你争享义气的朋友 你根本就不了解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 我不了解刘世杰呢 也许我比你想象的 还要了解他 我比你还要早认识他 好了 不要说了 我很欣赏 你这么讲义气 所以我才会让你请我吃今天这顿饭 将来 就算你帮刘世杰 我也不会视你为敌 我们 公平竞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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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董事长 董老板 董事长 怎么了 董老板 你怎么了你 你怎么了你 好 郝卫 快点救护车 好 可能是十五过美 快点救护车 快点 董事长 你没事吧 孙老板 怎么样 孙老板 护士 孙先生怎么样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 不过还需要静养 谢谢啊 孙老板 对花生类的食物过敏 这件事你怎么不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董事长 吃东西一向很小心 几乎不在外面吃饭 也不大应酬 怎么会这样 还好这件事情 及时控制住了 要是再晚一步啊 恐怕他连命都没有了 刚刚咱们去的 不是日本料理吗 怎么会有花生制品呢 对花生制品过敏的人 哪怕只是接触到 一点点微量的花生粉 就会足以致命 我们刚才吃的日本料理 可能其生物一片的刀 粘过花生粉 甚至于厨师的手接触过 都足以引起上面的症状 有这么严重 那这种人死都不知道 怎么死的 大哥 怎么你会对这种事情 这么了解 因为 我有一个朋友 情况也是这样的 世华就是这样 有一次 妈吃过花生酥 还隔了快半个小时 才去报世华 只不过亲了世华一下 她当场就发作了 还差点没命 当时奶奶 差点吓得晕过去 像世华这么严重的 花生过敏 也不常见了 会这么巧吗 你怎么知道 我不了解刘世协呢 也许我比你想象的 还要了解她 我比你还要早认识她 不过学校 信号 买啊 你着急 不过学校 还在租队上 证职 也打玩笑 也许我 赶紧 她是 那我 她就教你了 我 好 按时几年前 表舅就有香港这间贸易公司的日历 那就表示表舅跟他们早有联络 原来 世华被领养的证据就在这里 这上面有详历的电话和地址 就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我怎么一直没注意到呢 我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日历 根本没有想到世华的下落 就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孙香 就是世华